6月21日是国际瑜伽日 目前瑜伽在中国广受欢迎 逐渐成为全明星的健身运动 近年来随着网络平台的兴起 瑜伽通过互联网传播更加广泛 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民族大学中印瑜伽学院 这里是中国首个瑜伽学院 接下来请大家跟随小新 一起来练习瑜伽 感受瑜伽的魅力吧 平常的生活是比较繁忙的 可能生活会有压力 你的身体可能会比较僵劲 同时你的意识也会比较紧张 通过这样的练习呢一方面是可以锻炼你的身体层面的伸展 拉伸放松 另外一方面也是让你的意识得到一个沉浸 收射向内专注 所以这个都是长期的瑜伽练习可以慢慢带来的好处 起源于古印度的瑜伽 早在2000多年前就随佛教传入中国 影响深远 2015年6月 中印瑜伽学院正式在云南民族大学成立 它是印度本土以外全球第一所瑜伽学院 该学院致力于成为瑜伽在中国推广标准的制定者 规则的维护者及行业的引领者 2018年6月 云南民族大学与印度尼赫鲁大学签署 共建中印人文交流中心备忘录 这是中国高校与印度顶级高校共建的首个中印人文交流中心 现在的瑜伽市场良有不齐 瑜伽的习练者 往往过度注重体试练习 瑜伽的行业也缺乏专业的指导 瑜伽哲学方面的书籍少而不系统 不规范 对哲学术语的翻译也不是特别精准 瑜伽教练的水平也参差不齐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瑜伽市场还是极需要规范的 瑜伽利认为 瑜伽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 与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接近 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有很多共通之处 瑜伽与太极 瑜伽与中印要的交流互建 是中印人文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今后应多从中印两大文明互学互建的角度加以研究 特别是从东方哲学的视角 深入对印度哲学思想的研究 通过与中印双方在瑜伽方面的交流合作 共同推进瑜伽的产业化发展 通过两大文明的互学互建 可以有效地推动两国人们交流水平的提升 当今世界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应充分地运用两大文明的古老智慧 加以应对挑战